今天出差,来到深圳 是一样很特别的食物 那样叫酸菜鱼 其实这间酸菜鱼有个很划算的地方 据说是深圳第一间用了那种鱼来做酸菜鱼的店 其次,这间酸菜鱼是做了三代人的 酸菜鱼是做了三代人的 这间酸菜鱼也是几十年来的 我不明白怎样做三代人 去到才知道了,西乡 以为是在广州 就是这间,酸菜鱼 用了酸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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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古装 这间酸菜鱼 第三间店鱼 第一间是 绿顶 第二间是 小龙 第三间就是这间 不是吃穿菜 一定是要红灯笼 红色的墙子 好像是四川食物 吃辣食物 重点是我去到四川 我吃的几间店鱼 似乎我都看不到这种装修 这些是外地四川菜的 标培装修风格 扭零扭零 尋龙做村菜鱼 一入口的时候 非常滑 是真的滑 我是忍不住想咬下去 因为滑漏的状态 这种鱼肉 非常过瘾 在整个口腔里面不断在 这个我绝对相信 是沉龙的这种鱼汁 这种鱼肉的质地 给我的感受 鱼皮 有少讨厚的口感 很棒 其实我吃这么多一间村菜鱼 很少可以在鱼肉上吃到酸菜的味道 因为鱼肉不够好 鱼肉上有少少少酸菜的味道 好开胃 可以 难得酸菜也好吃 没有那么重的蒸汁味 很天然叶制的味道 太酸 不会太咸 第三部分 刚才我和我说 这些汤是不喜欢你喝 太来拌饭 就用它来拌饭 很油 酸菜和鱼 基本上是相当好 我认识 鱼肉应该是沉龙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一些漂亮的鱼汁 滑溜 酸菜方面 吃到叶制过的 那种 发酵的味道 这两个位置我好满愿 别人会否觉得我收了钱 但是好吃 谢谢大家 其实初初来到这店 我有点不太喜欢它 有点夸张的装修 但是 当我真正吃到 那一碟的鱼鱼之后 OK的了 它赢了 因为它很特别 它不至于 但有点很出众 就是那种 肉质的滑溜的感觉 到现在 我现在在自己的口腔 在回味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真正的 所以 我建议它不用这么夸张 装修 正常一点 再便宜 一分之二十 就更加合理了 OK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是一只卫生泡 会否有些很正的铺铛 可以加加我们品诚器的微信 公众和后台 推介给我们 说不然我们会吃一餐饭 服装赠助方面是NFL 其实我还希望拿到一些饮品 赞助 因为有些辣的东西 都挺棒的 不过不会 这家很黑制 它有麻有辣 但是不像港澳人那种清淡的口味 它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但是有脂有味 吃起来 OK,最后请你记住 摇大秋去吃光 全世界的人 只剩白痴而已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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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